1937年腊月寒冬 大地主黄友被胁迫带着日军去找当地抗连 但是黄友却故意指引他们在山里转悠了五天 最终这三百名日军全部被冻成了冰棍 那么黄友是如何骗得过日军的 他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 其实黄友和我们印象的大地主并不一样 首先他并没有对来到他这里种地的百姓进行压榨 反而还会给他们很多帮助 比如哪家如果没吃的了 黄友就会主动借粮给他 可以说是屠杀心肠 也因此时间长了之后 大家也都对这个大地主有了几分敬重 也喜欢到他那干活 于是仅仅几年时间 黄友便在当地开垦出了四千五百多亩荒地 成为了那里最大的地主 但是到了1931年 918事便爆发 东北的这片土地很快就被日军占领 并且还在这里建立了维满洲政府 此时的黄友并没有像其他地主一样跑出关内 一方面是他舍不得自己的家业 另一方面他还担心着给他干活的那些乡里 他们因为贫困根本没有办法逃离 如果自己就这样一走了之 他们的命运将万劫不复 而在那时 东北各地也纷纷出现了很多抗日队伍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要属东北抗联 于是留下来的黄友便想为何不直接加入他们 虽然说自己是一个地主 但是驱除日寇的爱国之心也一点也不少 而且自己已经人到中年 不愁吃不愁穿 更享受过世上的荣华富贵 是时候顺从自己的赤诚之心了 1934年 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夏元杰 来到汤圆县宣传抗日活动 在会中夏元杰表示 希望当地的百姓可以帮忙壮大抗日连队 不管是谁 有钱的出钱 没钱的出力 大家一起团结起来 保卫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而在会议结束之后 黄友就立即找到了夏元杰 并且挽着他的胳膊就说道 也让我加入队伍吧 我有粮食 也能捐物资 我也想把日军赶走 不过夏元杰听到这番话之后 并没有直接答应 原因就是黄友的地主身份 1937年 300名日军被困山林五天 在腊月寒冬中直接被冻成冰雕 而给他们带路的 则是一个被胁迫的大地主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黄友打算正式投靠抗联队伍时 抗联队伍的领导夏元杰有些迟疑 虽然他可以提供大量的粮食和一些装备 但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地主们是一群贪图享乐的代表 甚至在对待贫苦百姓方面 和日军没啥两样 而且万一这个地主和日军早有联系 被策反来这里当间谍的话 那事情就严重了 所以对于黄友加入抗联的要求 夏元杰心里是有防备的 另一方面 其家里人对于他的行为 也是非常不解 首先上战场 本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弄不好就直接没命 而且人家大帅都被日本人弄死了 你有什么能耐和日本人拼命 其次就是在家里有吃有喝的不好吗 咱就当一个小富吉安的老百姓就行 你这一出去 家里人都会为你担心 面对家里人的质疑 以及夏元杰的不信任 当时的黄友没有任何怨言 因为他明白 两边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而自己则是跟随内心 想方设法地 为抗日做着自己的贡献 再之后 黄友家出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自己的弟媳赵小脚 已经和日本人勾搭上了 并且还多次传递情报 黄友知道后怒火中烧 于是在多次的盯烧之后 终于坐实了赵小脚汉奸的事情 之后便当众将其处死 但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赵小脚的儿子黄德生 竟然也和日军有联系 这一次 黄友决定将此事上报给抗联队伍 随后又和家里人商量 将黄德生驱逐出家门 但谁曾想到 这个黄德生死性不改 并且还将黄友偷偷给抗联队伍 运输粮食的事情说了出去 也因此导致之后的黄友被抓 而面对日军的询问 黄友却丝毫不慌 更是反将义军 将一切的事情 推到了黄德生身上 我这个弟弟 平时就好吃懒做 还一心惦记着整个家业 前几天我就说他的几句 现在倒好 想着利用您来杀了我 您可不要上当啊 由于黄友演技太好 并且说话的时候 还带着哭腔 日军一下子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之后黄友又以金银打通 这才逃过一命 1937年的寒冬腊月 日军胁迫地主黄友 去找抗连队伍 而黄友则故意将他们 带到了深山老林 经过五天的跋涉 三百名日军被冻成了冰雕 在得知黄友的经历后 抗连队伍知道了 他的抗日决心 因此决定让他正式加入队伍 之后黄友便想方设法地 为抗连队伍提供帮助 不仅是粮食的援助 还有一些装备的支持 甚至经常以地主的身份 为抗连队伍打掩护 多次立下大功 但是在1939年的时候 日军抓了很多当地的百姓 并威胁他们 说出抗连的隐藏地点 其中就包括黄友的家人 当时的黄友运完粮 刚从抗连住地回来 见到此情景 便主动上前说道 我知道他们在哪里 就是路有点远 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去 听到此话 日军军官像是被嘲讽了一般 直接来到他的面前 指着鼻子说道 立刻带我们去 当时正值寒冬腊月 天气非常寒冷 但幸好黄友穿的是貂皮大衣 而且自己早就习惯了东北的天气 但日军就受了老罪了 并且他们显然低估了道路的艰险 看着日军一拳一拐的样子 黄友心中顿感笑意 其实在答应日军找抗连队伍之前 他就想好了对策 那就是将这些日军 带到深山老林里的抗连夏季军营中 那里夏季凉爽 冬季湿冷 如果没有足够的取暖 根本熬不过一个晚上 当然这时那里现在肯定是没人的 一路上 黄友带着日军左右穿梭 甚至绕起圈来 但是在看到前面的营房后 他们也懒得质问他了 因为每个人几乎被冻得上牙碰下牙 说不出话来 但是当日军小心翼翼地靠近营房后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便用枪指着黄友 你骗我 此时黄友假装无辜地说道 可能他们都下山打你们了 好强点物资过年 不如你们就此埋伏 等他们回来了打个措手不及 于是三百名日军便就地隐藏了起来 但是他们低估了东北的天气 夜幕将至之时 很多日本士兵已经没有了动静 因为他们都已经被冻得睡死过去 而黄友则趁机逃走 向抗连汇报了这一情况 但等到大部队来到之后发现 日军都成了一个个兵棍 抗连队伍不战而胜 但是后来黄友也因此严重冻伤 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 最终牺牲向他致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